曾经是台湾排名第一的保龄球国手洪坤毅 目前也是案例伙伴 2009年他在世界锦标赛中 获得世界排名第三名的好成绩 那在今年7月17号 他又即将到波兰参加第十届世界运动会 最近他加紧练习 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绩 那他小时候其实就很会打保龄球 国中毕业之后带着几百元 就独自北上求学 因为没有钱只能住在学校的仓库 几个月之后才被老师发现 帮他解决问题 后来洪坤毅积极努力 因为永不放弃的赢家精神 让他在保龄球界打响名号 专注的眼神和表情 每一球都打得漂亮 他是台湾排名第一 曾经世界排名第三的保龄球国手洪坤毅 比赛征战世界各地 出国比赛为国争光 接下来还要到波兰参加世界运动会保龄球赛 靠的就是勇敢坚持不放弃的赢家精神 我人生中现在最相信的一句话就是 相信你的单纯 因为你只要相信你那时候原本的单纯 其实你就会找回你的初衷 然后你就会很认真去做你现在的每一件事情 对你就会很有热情 你就会不会放弃 你也不会感到说什么疲累或什么 洪坤毅球艺精湛打出了世界名号 但其实小时候父母可是坚决反对他走上这一条路 国中毕业他就带着几百块钱 自己一个人北上学习保龄球 因为没钱还住在学校仓库里 被老师发现才帮他解决住的问题 也让他能坚持到现在 其实我从打球到现在 我会发现说其实我这到目前为止 我人生是非常的精彩 对 如果 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 然后也得过大大小小的奖 然后接受过很多人的赞赏跟掌声 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我留在彰化市 我得不到的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 我相信我会一样选择这条路 广灵球比赛的路上 不只精彩还锻炼了他的耐心和脾气 洪坤毅后来也加入了安利大家庭 希望赢家精神 不只能让他在球场上圆梦 也能在事业上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安利新闻六月份 廖俊潮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看 对 邦俊潮高雄报道 不咱们相変化 他现在是我的想法 都还得到 您的天安 都是自我 夜宫的一片的地位 我看那个想法 学生在某园的地位 倒数